接下来热腾腾的资料 联发科今天下午是三点线上法说会 我们现在录影时间四点多 马上为您检读联发科到底财报如何 财测好不好 说不老师我们请您上台来 简单来说为大家整理出来 这是联发科第四季的获利表现 以及毛利率 这是2023年全年的获利表现跟毛利率 财测的部分估计第一季的营收 持平或季减6% 毛利率预估是45% 45到5到48.5% 财报财测好不好 其实我如果说台积电 我们给他打叫100分的话 那联发科至少也有90分 那不错啊 那为什么不错的原因是 他去年的第四季的一个获利数字 的确战胜市场上面法人的预期 也就是说按照道理讲 第四季里面应该会有会退损失 那就代表台积电 的确有很多在中国大陆里面 他是收人民币的对 他的一个市占率是提高的 就冲销掉他在美元的占比 所以他的第四季的获利呢 16.15是优于法人上面的预期 也就是说去年里面来讲 全年法人是估45块 对 那现在出来是多少 48.51 那再加上他的毛利是不是又成长 那当然这个部分 我觉得这个部分是100分 好财报不错 来最重要是市场现在对于法说 期待的是猜测 对那为什么要扣10分呢 扣10分就是蔡立晴董事长居然没有讲 你今年到底看怎么样 你只有讲到第一季 那为什么说扣这10分的原因是 第一季叫上季持平到季减6% 那这个6个%是比法人预期的-5个%多了1个% 但是没有关系啊台积电也比法人预估的多了1个%多嘛 对不对 台积电是-6.5对不对 那为什么台积电可以100分就是我全年我第一季是衰退的喔 可是我全年可以成长20到25 但他没有讲全年 他没有讲全年 所以我说扣的10分在这里 所以这个部分我就是算符合预期啦 那因为-5跟-6没有差多少 那我说那这个部分 尤其是在他的毛利率 毛利率法人预估值大概是在46.5 46.5就大概中间 对刚好在中间 那他如果以均值上面来看是47 47比46.5多了0.5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来讲话 我觉得才整个联发科应该不至于有利空 所以外资的报告看1000块的可能性很高 好重点咯 外资的报告现在看1000块可能性很高 来股价看一下喔 在法术会之前股价似乎已经先涨了 如果外资喊1000块有机会到的话 明天股价涨跌各要怎么因应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发觉到 那就要看你这个时间点 你对于就像我上礼拜讲的 如果说从这个价格涨到1100或是1000块一成 有没有满足你的需求 你觉得这10%迷不迷人 对那如果说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这一家公司里面涨到1000块以上 就算到1100你也只剩10% 如果明天开高的话 可是如果未来里面的修正有到900呢 那距离1100就大了 就像我在看台积电一样 台积电630几你说看730又怎么样 那如果说是今天里面是搜 我们可以看966 那你就算到1000 也不怎么样 可是如果到900以下 了解 那就很有肉 所以我就大涨就不要去追 可是未来的拉回 可以列在投资名单里面 我懂了 谢谢曙芳老师 请先回座了 到底能不能追 如果外资现在普遍共识是1000块钱 现在的空间以及拉回的空间 各自去斟酌您的进场点了 就给您做参考了 好联发科的法说终于出来了 盛景老师 我们要请您上台了 这任务可就重要了 联发科的法说集结了 最近一连串的法说 我们怎么从这些重点的法说 会找到一些产业的趋势 以及资金的流向 好 我觉得这个是目前盘面的关键 那我上我第一张字卡 就是说 其实我们叫抽丝剥剪 从财报法说找趋势 其实盘面今天最热的 大概就神盾集团 神盾集团再发威 包含是神盾安国 高档在持续强涨 那其实它代表什么 当然代表IC设计 代表IP 甚至代表内资的崛起 那当然我们讲说 到底要不要追 自行去判断 但是我比较有兴趣的是 刚刚蜀芳讲到联发科 会不会再由联发科集团 这里接棒 台积电 对 这之前是台积电 跳空缺口万八 那现在指数拉回 会不会由联发科集团 因为今天的法售会 听起来应该是比较偏正面 那目前看起来 联发科集团下面的一些 IC设计股 包含是联发科 包含是九阳 包含是金星科 其实特别这三项股票 它全部是低档转强 所以我认为说 这个短线的盘面而言 这里联发科集团的部分 可以稍微留意 那联发科的重点在哪里 其实说真的 刚刚蜀芳讲的很多了 但是一个大方向 其实我记得蔡董事长他讲到 AI手机 他将像什么直升机一样起飞 但或许第一季没有那么强劲 但因为陆续会开始发一些新机 所以我认为说 他既然会讲得这么露骨 也代表说在未来的包含是第二季 第二季第三季 可能AI手机会云涌再起 直升机是这样子起飞的 对 他是垂直的 因为他本来是没有这个东西 那现在AI手机新的产品 所以他的一个成长度会很大 那当然目前最重要是S24 Samsung的S24 那包含是OPPO Vivo 我们讲说 他是假AI手机也好 或是华来的真AI手机 至少他们用的全部都是天机 九千三 那看起来整个一个需求量也不错 那事实上最近在联发科里面的重点 天机九千四已经就位了 那天机九千四 用的是三奈米台积电的制程 而且在今年年底确定会上线 这也代表说 其实隐含的是天机九千三 应该是卖得不错 代表他九千四已经就位 那其实联发科里面 在法术会里面 好像没有提到这个 但我觉得是一个重点 他跟辉达的合作 我个人觉得是一个重点 为什么 因为其实刚事实上也提到 这个要跟着巨人走才会强 那联发科你说 他跟辉达在合作什么 其他除了合作PC之外 他有合作一个叫什么 智慧座舱 大家现在可能对智慧座舱 可能有初步的一个了解 这一次CES亮点就在这里 没错 祝我很认真 那其实智慧座舱 大家仔细去想 他就是一个多频联网 那多频联网是什么 他可能是网路 网通的概念就非常重要 那所以从这个区块 去找联发科里面的概念 这个是联发科 再来瑞玉 其实瑞玉 我说他已经在蠢蠢欲动 这个股价也慢慢的 有一点转强的味道 我们待会来看 那瑞玉今天我觉得 他是明天法首会 两个大的驱动 一个叫人工智慧 一个叫汽车领域 当然大家会讲说 瑞玉有人工智慧晶片吗 他说好像没有 但是你发现 所有瑞玉的晶片 都跟AI人工智慧有关 比方讲WiFi6好了 WiFi6会不会跟人工智慧有关 有啊 你没有WiFi6人工智慧能够运行吗 当然不行 AIPC事实上 对 他那个网通晶片很重要 边缘运算都跟瑞玉有关 所以网路设备的规格的升级 我觉得在瑞玉法朔会里面 大概会探出一些端倪 那我们会把瑞玉的一些 相关的概念股也介绍给大家 那最后你说 他在美国这些个别股 包含是辉达跟美超委 持续创力的新高 我觉得这代表说 其实台股 你说在这里 很像就要把股了 我个人认为台股要把股 至少挥达要先把股 现在没有 现在没有 那你说超委好像财报不是很好 但是他是在始高做一个震荡 历史新高附近做一个震荡 我觉得也是强势 那刚事实上谈很多 就是美超委的伺服器领域的领导厂商 他是AI物联网再加一个储存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 和这些大咖的业务紧密结合的 台湾的相关公司 有机会步入高成长 方向非常清楚 联发科锐域以及挥达加美超委的概念 我们先来看到联发科集团有一个优势 低档转强选谁 好OK 当然联发科是一个首选 那刚刚市场提蛮多 那我提到重点就是说其他的营收 其实12月份营收 年增12.9也是创高 AI手机跟PC 这个大家稍微看一下 那另外其实我里面大概会觉得说 像8040的九阳你说去年前三季亏损 很害怕 为什么亏损 因为事实上在业外的部分 大概就亏损了一半 因为其实去年的IC设计股里面 大概有一些产业来讲 才是在谷底准备翻阳 那那些是因为业外 他本业其实没有亏损那么多 那事实上联发科跟达发持有九阳 大概20%的股权 那这个就是什么 他的一个重点 就在他是联发科的子公司 确定没有错 而且他是你说 九阳到底在做什么 大家有点模糊 我刚刚不是提到智慧桌窗 是一个多频的联网 事实上九阳就是一个网通晶片的代表 因为联发科是做什么 手机晶片 那他主要还有一些联网的是谁 是九阳在做的 那今年有望 尽力创近五年来最佳 从一个亏损 来到近五年来最佳 而且他是联发科的子公司 这就有想象空间 那他的重点在哪 他是所有的高毛利的 利基型的晶片 当然是网通的 包含是安全防护 包含是工业的 包含智慧电网 其实这个跟网通比较有关 而且我们最近发现 在美国的网通股也创历史新高 博通的股价创高 那这跟网通有关 所以网通族群是一个正式 回温而且聚转机 去年基期他亏损 绝对是一个低基期 好所以有转机题材 来九阳坚收56.6块钱 今天哇你看 今天已经先用一根带浪的红黑棒 先突破了 所以先表态给你看了 这种股票要怎么卡位 好OK 事实上因为要想到一下 今天的大盘事实上不是很好 所以他能够在这里 能够突围代表说 他一定有他的利基 那重点是他刚好 今天已经刚好突破前波的高点 那突破前高的重点在哪里 这一波的量能是 好像两天就没有了 但是这一波量能怎么样 已经先出量完之后 大量站稳再度过高 所以有要发动的气图心 有要发动气图心 连三天的放量 但是这叫日线图 这个也是我比较喜欢的 好像就是一个多头排列 重点是周线图 我常常说你看日线图不准 你看周线图 是不是周线也呈现了一个 头肩底的形态 右肩出量的格局 那下面外资 好像也开始有逐渐加码的迹象 所以我个人认为说 好像外资回头看联发科的话 去看他的子弟兵 或许九阳就有机会 好这是联发科 那瑞玉会忘谁呢 好瑞玉当然本身也还不错 你看一下他的一个边缘运算 今天的边缘运算 多媒体跟智慧物联网 他有开发一个叫智慧物联网的一个实验室 代表说他对AI其实也是有一些琢磨 那网路晶片随着Wi-Fi7 跟10G的POM 跟这个5G的升级 所以瑞玉其实感觉上 他今天的股价也是慢慢往上做一个墊高 来看一下 坚收四六九点五 明天即将要召开法说 今天先表态了 对 他是一个均线纠结之后的一个放量 而且今天大盘不好 那当然这有点是卡位说 他明天的网通 那我刚刚有提到网通族群好像在美国都创高 所以这个地方看起来下降轨道线 已经正式做一个有稍微突破的格局 我觉得短线锐益的一个形态 算是不错的 挑战前高有没有机会 我觉得感觉上法说 如果讲得好的话是有机会 可是他好贵 我年终奖金没有这么多 我如果看好他 有没有可以买比较便宜一点 好往下看马上就看到了 这叫3312的红翼股 这什么股票 至少是24.9 这个叫IC通路 我最近不是IC通路涨翻天 但是有一些有关联的 有获利的IC设计股 我觉得有点委屈 他去年赚了一块四毛七 当然没有锐益那么多 但你那些IC设计股 你看到IC通路股 很多都没有赚钱的 他叫IC通路 而且他是跟谁合作 锐益合作 无线通讯占了30% 宽屏占了28% 代表锐益好 红翼股会不会跟着好 会嘛 而且AIPC的复苏 产业渐渐明朗 今年是有点渐入佳境 那产品的组合推升毛利 去年EPS有望达历史次高 就是说这个 这是去年前三季 那车载的比重 已经开始慢慢增加了 锐益车用的以太网络的产品 也是贯给红翼股 所以我要讲的重点就是说 锐益如果好 他的晶片要卖给谁 可能就是红翼股 他来卖他的晶片 因为他是IC通路 所以就是有雨露均沾的一个概念 我们来看到 今天收24.9块钱 股价也是右上角 对 但是重点是他还没有真的喷出去 如果是IC通路股 很多早就不知道喷到哪里去了 但是他是有EPS 而且又有这个 我们讲说 他的母公司是锐益 感觉上不错 我也建议说 不用再过度去追 你看一下他是不是沿着十字线在做一个盘间 而且最近他是一个出量的格局 已经站上这个大量区 所以感觉上你也不用太去追他 但是如果他盘间的架构 随着锐益的股价上涨 他这个红翼股是不是会有机会 同样的逻辑 如果回答 如果美超微还是持续盘间的架构 台湾谁会跟着雨露均沾 好我想这两档股票 我之前有提过 特别是中砂 那时候大概是驻华 我讲说中砂 他是钻石碟的一哥 就是他除了钻石碟 当然还有再生金元 那说他钻石碟有这么厉害吗 其实大家 我那时候就提到 钻石碟特别在高阶制程 包含是三奈米两奈米的时候 江城台积电两奈米 钻石碟的独家供应商 我想这大概是一个多月前讲 大家如果看现行会知道 那钻石碟占他营收有35% 台积电占他营收比重有70% 是台湾第一大 就是说中砂做得好 就是台积电如果说 他的高阶制程要做得好 那中砂就是一个重点 来看一下中砂 监收二十九点五 没错 之前盛景老师就已经讲了 可是现在已经讲到这里了 最近连四涨 对所以这个地方 当然是不要追 但是我想的重点就是说 如果你对他有兴趣 其实很多股票 我蛮同意这个 鼠方刚刚提到 就是你不要去追 但你跌下来 就是他的空间就大 那像这种股票 创高股票 你就看前波高点 如果他压回 因为他这是带量 压回前波高点 刚好也是这一根长红棒的一半 我觉得这个点位似乎来讲比较好 那这种个别股 我认为是可以做一个比较波段 因为其实你看 他之前最多最多 打到季月线的附近 其实季线是一个终极的上升轨道 大概从应该从去年九月份 大概都没有跌破 我觉得他的上升趋势 是蛮明显的 台积电高阶会好 他就会跟着好 没错 齐鸿最近这么热 大概题材都已经知道了 但是就是最近的价位操作 你会怎么建议 好 周线大底 然后我之前大概提重点说 因为那时候大阪 正在撤低一点 台电还没法缩 那当时他就在这个地方 那当然法缩会往上走 他就直接往上攻高 那如果想要进场的话 我觉得我们回到日线上面来看 他这个前波的高点 大概是这个日线图 时间马上稍微说一下 大概是在这个地方 就是说其实每每前波高点 就是一个大约是400这附近 拉回侧的时候 对就是回侧 而且事实上这一波拉台 就是拉到400块之后 做一个很大的一个横向整理 那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大底的景线位置 所以稍等一下 对 稍等一下 不用追 等一下 我觉得400块会比较美一点 清楚了 漂亮 谢谢盛吉老师 请先回座了 自从最近一连串 已经召开法说的联发科 以及明天即将召开法说会的瑞誉 还有最近挥达 以及美超为持续的创高 可能有谁有机会雨露均沾 在操作这里 不用给你做参考了 接下来这个话题 最近好多人都在问 不少人去年把钱换成了美元 因为高利益定存好吸引人 陆续要到齐了 现在还有高利益定存吗 那约到了之后 挤了之后 这些美元 如果你满手有的话 该投资什么呢 继续存 还是买美股 还是买基金 还是买日元 还是买黄金 休息一下 机长告诉你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 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 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 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你掌握全球最新讯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